首批巴士服务路线正式公开招标 公共巴士业者SMRT表示 公司在经营巴士业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所以已决定参与投标 而由于投标配套具有吸引力 本地物栏运输公司和澳大利亚的Tower Transit 也确定竞标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SMRT答复本台询问时指出 公司将提交投标书 并确保乘客享有安全、可靠和舒适的服务 新捷运则以投标署竞争性质 所以无法透露任何计划或详情 私人巴士公司护兰运输表示 早在两个月前已成立专案小组 研究这次的投标活动 公司认为投标书的一些规定对新业者有利 当局除了提供巴士司机培训津贴 也根据通货膨胀、燃油价格等因素 每年调整支付给业者的服务费 在伦敦经营20多条巴士路线的澳洲公司 Tower Transit透露 今年8月已在本地成立公司 并在明年1月投标截止前 详细研究本地的交通网络 如果得标将确保工人的利益不受影响 全国交通公有联合会也表示 自从政府宣布推行巴士路线外包模式后 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包括聆听工会会员的意见 以及向他们讲解新模式可能带来的影响 交通专家则表示 由于这是本地第一次推出这样的经营模式 预料将能引起不少业者的兴趣 新的巴士外包模式对乘客也有更大的益处 未来乘客可能不需要花更长的等候时间 服务素质也有望进一步提高 新闯明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